歡迎收看阿烏浪人殺 歡迎一號 八號我是一號男模毛俊 三號 三號我是三號男模洪軒 歡迎四號 大家好我是四號男模YC 參考看你 五號 五號男模范江彥峰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歡迎六號 三號我是六號男模上烏 參考看看 歡迎七號 七號男模生生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好恐怖的電喔 歡迎八號 八號男模光顏羞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歡迎十號 十號男模孫軒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老派 我們歡迎二號 好老派 我是二號男模小萊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最後歡迎九號 我是九號男模偉盡 喜歡的話參考看看 好啦… 好了 今天男模會館集 要玩的是 血月使者跟傻瓜 狼隊呢有一隻狼王 跟血月使者跟小狼 狼王在自己犯人階段自爆 可以帶人走 血月的話就是 他在自己犯人階段自爆的話 隔天神職都封技能 那如果他是最後一個狼隊 被票出去的話 他還有補一刀的機會 那神職呢有練魔人 在第二天晚上開始 才可以選擇獵人 獵對狼 那狼就出去 獵錯的話 獵魔人就死掉 那還有的是 女巫是獨不死獵魔人的 再來 傻瓜 我們今天是不追刀的 然後他白天如果被票出去 可以翻牌留在場上 但是他隔天就已經 沒有投票權囉 好不好 好的 OK 沒有問題就請確認角色身分 請稍發言順序 請稍發言順序 對人家四號金水 剛剛前面銘牌 不是因為銘牌查四號的 是因為 我覺得四號是一個很厲害的玩家 然後想要定義他的身分 然後查了他是金水牌 那我第一個守住位發言也 因為我沒有銘牌 所以我告訴大家的資訊也只能到這邊 就是四號金水 雖然他發言很簡短 但我覺得 酒好像 還滿像的 原因是 我在想說如果一個狼的話 他應該會想要多講一些 填充式的發言 比如說銘面相的部分 可是他剛剛就直接講說 沒有銘什麼面相 當然就從另外一個邏輯面來看的話 他有可能是一個狼王 他想要直接開槍 所以他直接放棄了他的發言的邏輯 當然我比較不會偏這樣想 因為韋靜是一個非常盡責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他是狼王的話 也會完成一個完整的起跳 所以我自己認為九號在我這邊 挺像一個真醫院家 然後他又驗四號 那四號金水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 對好人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 怎麼講 局面 因為四號的確是一個高配 那這把局也沒有什麼 什麼血狼什麼的 所以四號就是鐵金水 而且其實我的觀點 跟這個十號牌滿像的 所以十號牌我先打個小勾勾 然後九號牌目前來說的話 但是就是 可能他第一個 所以講的東西沒有很多 那就是接下來聽後面的發言 那晚點不一樣好了 我先直接跳我的身分 我是這個傻瓜牌 我是傻瓜 對 然後第一輪就直接先跳我的身分 傻瓜牌 然後三號的這一場 感覺好像 就我的資料庫裡面三號牌 這場 那個 比較好像沒有那麼的好一點 對啊 好 怨人家五金水 為什麼查五呢 原因是因為五號每次在發言 不管好人還是狼人的時候 他都很容易被推出去 所以我驗了五號 五號是金水牌 所以九號這邊就是汗跳 然後一號牌是跳傻瓜牌 但是我覺得一號 在閩牌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一號還算滿好的 因為他跟我看牌之後還說 小賴妳有東西喔 我還說 對啊 我有東西啊 所以我覺得一號牌 可能這樣跟我對話 我覺得他跳傻瓜牌 就是 應該是真傻瓜 或者是要來擋身分 但我覺得一號是好人 然後十號牌 十號牌了得還不錯 可是他滿沒有 就他滿沒有那個空間性 會覺得說 九號可能是一張汗跳牌 他認為九號講得很簡短 所以我姓九號 我覺得十號 所以十號我先進一下容錯 然後五號是金水牌 然後四號 因為九號趕往後製 四號發金水 我不排除再做四號身分 因為 我跟你講四號是我的學生 我的孩子 他 他當然也是很會聊出一朵花 所以我就要著重聽四號牌 我才可以決定九號 是不是要做四號牌的身分 如果真的有做成功 我覺得四號有可能是 寫約使者 可以聊到最後 所以呢 今天先票九吧 因為我覺得 往外是會拉有點危險 先票九 然後五號是我的金水 我是原家 我覺得一號是好人牌 十號牌問號牌 我狼哥先打九十 九十 先打九十喔 然後九是定的 然後四號牌 聽完再決定 是不是做身分的 五號是金水牌 過 二三號發言 站九邊喔 因為我覺得小賴在這邊 有點 她的發言 感覺上是緊張的 就是感覺有點硬掰 因為我覺得十號的那個發言 怎麼樣都才不到十號 因為十號簽罪發言 我覺得她講得還滿完整的 而且再來是九號她是預言家 我覺得 她如果是一個狼汗跳 她發四號金水 我覺得她膽子也太大 因為四號是教科書 就是我覺得 這個就 如果她 我覺得以偉晉來說 她作為一個狼 她應該不會去往四號 做什麼什麼操作 她應該是往一些好彩的 像你就給了五號 就不是說五號好彩 但是我覺得 不要說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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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 十二號 我覺得以邏輯 邏輯上來說 二號給五號 就是二號看起來 是慫了一點 感覺那個企業沒有九號強 所以我覺得九號應該是 那個真預言家 我站九邊 我站九邊的原因是因為 二號對一的定義是 滿奇怪的 他說 他是預言家的話 二是預言家的話 九師對跳 那他應該會跟一涵喊話說 我覺得你是真的傻瓜牌 但是你站錯邊了 但他對一沒有這個喊話 然後我聽十也滿像好人的 但二一手把九師打成了雙榮 所以我覺得九師預言家的情況下 一十應該都是好人 而且一應該就是傻瓜牌 因為大家去想 他現在跳了一個傻瓜牌 那如果說 後面他一直不吃刀的話 他也沒空間嘛 就是他就會很明顯是一個狼 所以一應該就是 真實身分 那十站九邊 我也覺得像好人 那我現在想的是 二比較像小狼 還是狼王 這個是我比較想思考的點 所以我會猶豫 要不要出二 但是因為我認為後製會 就是我認為的狼 會出在後製會 所以我沒辦法直接歸二以外的牌 因為前製會的一三十都不太差 那我就定票出二吧 那如果二開了槍也可以正視野 那如果開不了槍 我就把他當小狼打 然後我認為後製會其實 六七八都不是很好 所以什麼 預言家女巫獵魔人 可以往六七八去 去探個路吧 二發五金水 滿像是想騙五號的 滿像是 因為九往後就會發金水 力度有了嘛 所以二也往後就會發個金 我覺得他跟五號應該不見面了 就是 五應該是個好人牌 所以六七八我就覺得要 著重的對象 因為現在如果說 等一下九死了四死了 那剩下的好人牌 要去盤六七八那個位子 我先把一跟十保了 那三的話 三聊得很好 但有可能是邪悅 對嗎就是 只能是邪悅或好人 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我會出二 過 雖然我被二號發的金水 但我其實 不得不說還是比較 原因是因為九號 先發了後智慧四號金水 那二號以至九號前面有一個 就是 我覺得他的心態是 前面已經有真的預言家跳出來 所以他往後智慧發 他也不怕發到 就是預言家 所以他往後智慧發 就是這兩個做同樣的事情 都是往後智慧發 但我會覺得 九號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 我先講一下我覺得 可能的 為什麼會是十號 是因為我覺得 二號剛剛 當然他首先打了這個九號 因為跟他對跳的嘛 然後再來我覺得 他的第二個 重打的坑是十號 那我覺得他通常 不太可能會 就是我覺得他會包一個 包一個自己的 狼隊友在裡面 就是不會這麼真的真的把 怎麼打得這麼 我覺得他會九號十號 因為他打九號十號嘛 所以我覺得 然後他去打 我覺得他會包一個狼人 在裡面去打他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 銘牌的時候是覺得 十號跟一號 怪怪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是 就是有點東西 但我還盤不出來 他是好還是壞 我就覺得看起來他是有東西 但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是好是壞 我就覺得 十號一號是有身分的 然後他又剛好 然後打了這個九號十號 所以我覺得 我的狼坑是十號二號 然後六七八再開一支 雖然二號發我精髓 但我是沒有那麼信 我覺得 我現在的狼坑是 然後七八開張 因為我覺得前面的人 都聊得很好 我覺得四號特別有底氣 三號聊得也很好 尤其是這個一號 一號一講完他是傻瓜 他整個人非常放鬆 然後就這樣子 就是非常… 非常像好人的姿態 我覺得一號一定是個好人 然後我剛剛不能 我是算 因為我不能接受二號說 他要驗五 他應該要驗六 因為他說五號很容易被扛推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會 比五號更容易被扛推 所以我覺得 應該 對啊 應該要 應該要驗我吧 就是這個心路歷程 我覺得不過關 然後如果我是九號那位子 五號我應該也會優先先驗四 就是 我會比較想傾向先去驗高配 對 就是可以帶對 那如果他是 他是… 他是那個狼的話 就可以先出他 然後前面呢全部都跟九 我就覺得 那二號會不會是狼王呢 我就覺得五號這把有點偏緊張 所以我比較傾向先出五 然後女巫去讀二 然後七八的話 我認為會開最後一張 我們跟上爐玩過耶 上爐殺星好重喔 上爐怎麼殺星那麼重啊 五六不共別人 可是他狂攻五耶 我跟你講我們這些 我已經改變了 現在誰是真假藝人家 早就一目了然啊 說說看 二號 狼坑二號 你看偉鏡講那麼少 想不到他偉鏡太誠懇了 對嗎 那個唐色一大堆 講一大堆那個 很像急著解釋 很像那種 是不是值得說 真的 好想要急 你怎麼說前面也這樣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 感覺比較像是 有經驗 狂講 狂塞的感覺 對 所以 二喔 五六不共邊耶 如果以殺星來講的話 因為五號 他感覺就是比較好的那個狀態 慈眉散目的 所以 六號 我覺得二六喔 會不會啊 六號 毛起來要殺五耶 我不會被你的小九窩 騙的 為什麼小九窩 對 所以 那這回合很明顯了嘛 二啊 拜拜小賴 再見 過了 好 我就要當那個 跟大家站不一樣邊的人 我要站二邊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四九有可能是雙狼 我的坑是四九 然後可能三 九跟四打雙狼的點是 他覺得他要驗 我好多話要講 他覺得 他要驗一個高配 可是這只是他的行路歷程 OK 我接受 你去驗他 同樣二也發五 那個後製會驚衰 然後可是剛剛四講的事情是什麼 是說 我覺得五像好人 因為 五的狀態 二跳育人家發五 感覺像是夜裡不見面 你的意思是說 就我覺得有點奇怪 加上 五如果今天是 五如果今天是我認了育人家好人 你們覺得是狼 那二得是那一張狼王 如果二是狼王的話 他還去發五 那你們要盤五是那個 二的同伴 可是四號的發言居然是 他覺得他跟五 二跟五是不見面的 我覺得這 這個點有點奇怪 我覺得他 我覺得二是那個聲音 有點假 我聽起來 然後三是 好 你們聽不懂沒關係 反正五就是信我老闆怎麼樣 小賴哭啊 好感動 好感動 情意相挺 然後我覺得 六七像兩張暈的牌方 然後我自己坑是定 我覺得三有點像硬打 三跟一龍錯不好意思 三跟一出一張 因為一去打三說 他這個像有點硬打 他說我沒有三的資料庫 可是三不好意思 他沒有什麼資料庫 他抿牌的時候就是閉眼睛 你要有什麼資料庫 你就覺得他不好 所以我覺得一有點像在硬打三 然後他說他想聽四 他覺得十不錯 十前面用友情戰編久 就是他是用 他是用 我覺得以偽進的那個 敬業的那個角度 他不可能跳成這樣子 那說明什麼 偽進跳的 偽進跳的那個狀態 不像一個預演家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那個 想要讓大家幸福他的那個感覺 可是他卻拿這個東西 去佔了偽進的邊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十是不是狼 可是 比起十我覺得一三可能是 再更不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九四是雙狼 我是好人牌 你們要踩就踩吧 你如果你如果覺得我 站錯你認為的邊 那你就讀我啊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2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其中角色 記者有鳥帶在你衛生區 可以嗎 我先跟妳講我帶這個人 你先不要跟我就是 先不要生氣 但我覺得你很像女巫派 我在十號 10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搞不好我很 我覺得你很像 好 我等一下後面可以這樣 我也是 好可憐 好可憐 我沒想到嗎 我沒想到嗎 好可憐 今天是第一 今天用真心玉台 女人家請深夜 選擇一定要 查驗的對象訓練 女人家請深夜 對象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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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又有場 讓我先去天從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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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號 被刷死 直追寫去 愛居 五號應該是被女巫 或是獵魔人弄死的吧 九號是預言家嘛 那現在拍身分吧 我六號是 五號喔 那後智慧會不會有 因為我剛才五號四個籃 我在想後智慧是不是有人 認同我一樣是 覺得五號蠻狼的 所以去撞他 所以五號出局 因為我覺得五號 因為我剛剛對五號的殺心 確實蠻重 然後 就拍身分嘛 因為一號就一定鋼鐵傻瓜牌 不可能跟他有人對跳 然後八喔 八剛站九邊 其實我覺得八號聽起來蠻像好 就是聽感上聽起來蠻像好 就是蠻有底氣的一張牌 所以我可能會把八號牌放好人牌那邊 可能最後一張落在 完了 那個 我已經小樂高玩都不進了 真的靠我跟AC了 聽起來很 YC YC 他說什麼 又起… 靠我跟YC AC 對 尊敬 好歹我玩很多場 N百場的經驗 這個八號 你看 你錯了吧 但他很有底氣 就要你說的 可是他這個已經 就是混亂到 應該把它出出去 就是一部電影當中 就會有那種 一直出現 你就覺得 怎麼回事 怎麼搞的 怎麼聽你的 怎麼搞的我不能混這樣子 不知道該不該前進 不知道該不該後退 但你應該是好人 你應該是好人 所以我還是覺得 一這樣看來 毛俊好鬆 真的 好放鬆的感覺 四金 那就七好人一張 那我會繼續的 懷疑溜 我會繼續的懷疑溜 殺心太重 也有這一點很可疑 我覺得在第一亂當中 好 我們通常不會殺心那麼重 對 就是 你剛剛有殺紅眼的狀態 所以我 這回合我會斬釘截鐵的 去投六 我覺得五有可能是 獵魔人獵武 好我先 我站回來了 所以如果我要去參考 四號說二五晚上不見面的話 五跟九把票掛在我身上 九是預言家嘛 那五會死為什麼 就只是因為是二發的精髓嘛 然後女巫或是獵魔人 就可以直接去獵武或是讀武嘛 我覺得有點太冒險了 他們自己不 就是女巫不怕讀錯舞 獵魔人不怕自己被弄死嘛 所以我覺得舞 maybe是 真的是二的摸頭精 然後他把票掛在我身上 他是想要投我的 他說他是想要獵我的 你們去盤這個啊 你們 可是我覺得你們應該盤不到吧 我覺得這局可以出七 七 你踩六的 你踩六的點是感覺 那請問六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想要踩他 就是你們全部人剛剛 你們全部人都是把二 都是幹匪式的 也不是說幹匪式 就是雖然二真的是那個狼 可是你們把狼王投出去帶人 你們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你怎麼有 資格去懷疑六 以剛剛這個跳琴來講 我覺得 八號牌應該是個好 因為剛剛騎影亮的情況下 大範圍的情況下是 幾乎全場都信了九號牌 然後他會這麼自殺 跑出來投一個上給二嘛 對啊 他又沒有身分 雖然我是跳個身分 所以我可以亂搞一些 有的沒的的東西 那我覺得八這邊 我想這一輪我不想先把他放進去 我這邊 我覺得可能三六七這邊 這三隻裡面可能會出兩個 對 我覺得應該還有兩狼在場 會不會 六 六是小龍三是血月 有沒有可能以這樣的局勢去走 因為孫生他從頭到尾一直在看我 他狼人會一直這樣子盯著一個人看我 就是覺得 機會比較沒那麼大 所以我目前的順序會是 三六七 就是最想要出 六號再來三號再來七號 三號牌發言 我覺得一號你當傻瓜 你不能真的成為一個傻瓜 就是我覺得這個 我不好意思拍掉 就是我覺得這一把 要嘛是六八雙狼 要嘛七是那隻狼 然後四號精髓不說嘛 那你的傻瓜身分得看四號 四號看他是不是 可能覺得你第一輪跳他的身分 他不想理你 再聽一聽 也有可能你是真傻瓜 這個我沒有辦法定義 因為你做的事情太奇怪了 就是二號 我覺得八號 怎麼說 我覺得八號他這個行為 又像好又像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在那個智慧 跳出來保二號 很像好人 但相反的他也很像狼 想要拉他的二號隊友 就是你這樣想 他做這件事情 你兩邊都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把八號這邊 放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我覺得六號就是 比較問號的 但是八號又保六號 就是兩個問號保在一起 我就沒有辦法定義 這兩個人是好或不好 但我記得有一個 忘記老人殺哪一個玩家 有說過他在遊戲裡面 會找一個明燈嘛 那我覺得我的明燈 很像是這個七號 就是我覺得七號他講話我 可能是基於一種荷爾蒙 我都很聽得進去他講的話 而且我覺得他的 看這個樣子 我覺得不太像是一個狼 會在這邊掀衣服 關衣服的 我覺得他很像是一個好人在 他的視角在 在找狼 所以我沒有辦法定義 七號是狼 那如果一號跟八號都做匪事 為什麼只有 八號會進坤 那一號也是一個問號啊 因為他的身分 現在沒有人有辦法證實嘛 死的人你怎麼知道 哪一個是什麼身分 對 就是我覺得 八號這邊照我這邊 我感覺偏怪 但我放下 因為這不是他的輪次 我覺得這把是六七八 我覺得可以聽一下 四號怎麼說 要嘛我自己覺得 要嘛七號是那個狼 要嘛六八 兩個人會出一到兩個狼 但我自己覺得 我要聽四號怎麼定義 因為四號沒有拍身分 四號他就是精髓牌 我覺得我可以跟著你走 但是我覺得 六七八這邊我分辨不出來 所以我需要你給我一點指引過 好 四號發言 首先你不是傻瓜嘛 那你憑什麼 怼一號傻瓜 然後再來你認為七是你的明燈 但是你又一直把說 要嘛六八是狼 要嘛七是狼 所以七到底是明燈 還是光明燈 我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你一下認七是好人 一下又覺得 六八才是好人 是非常反覆的 我覺得一盤對了吧 三是血月 六是小狼 五剛剛是有明確舉票頭八的 所以五可能列了這個八 那就比較可惜 我現在只是很擔心 就算我們票對了 他是真的血月 他是真的小狼 我們出了出了 可是如果十是你 我們還是會輸 因為就剩你 我會出三啦 我覺得三應該是血月 他這一輪超用力 請大家進行手票 三 二 一 請手票 現在 三號淘汰請去淘汰區 請發表 我覺得四號在這個智慧 我對話一下我的隊友 四號在這個智慧 他沒有跳身份的話 我覺得四號這樣明 那七八我會覺得是明 我覺得你就直接刀一 我們應該就贏了 過 只能這樣玩 天黑請進夜 狼人現身請進夜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進夜 天亮請進夜 天亮請進夜 昨晚一號被殺自 自尊請是派區 四號開座 好笑 好玩喔 好玩喔 等一下我想一下 就出六沒有問題嗎 對吧 就出六了 然後 七八你們都喊過好了 因為他如果是血月 他也找不到傻瓜 因為一不是傻瓜 我會出六過 不是 我平民牌耶 我再看一次 不是啊 三號在作章我身份 他說什麼七八平民 然後這樣撐了我一眼 七八是狼吧 過 我第一次想辦帳號 去罵這個八號玩家 不要再暈了 不要再暈了 好不好 求求你啊 投六過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在節目上 會這麼想要 等一下 收工的時候 就取關一個人 七號 那個六 七八如果是兩張狼牌的話 你 我們就贏了 對 過 什麼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6 淘汰請去淘汰區 遊戲結束 正義 不是投票 太投票了 太投票了 真的 太投票了 第二個是太投票了 太投票了 太投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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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勝選 我覺得你 沒有 我跟你講 江少龍你剛剛叫他自爆 他解約說哪一刀 我講不了 他直接爆還比較好 他直接開兩刀 你爆他有兩刀 所以他可以刀一 然後再刀一個別人 直接開兩刀比較穩 他才是殺性很重 有沒有可能會刀 對 殺性太重 那個時候看到 沒有 因為他有兩 他有可以刀兩次 所以你自爆 我一定可以去 我剛剛在外面就想說 我們演得不錯 以YC的配置 他會直接 被我實話嗎 因為他大爆一 想說也太沒來了吧 我覺得以YC的配置 他一定會故意跳個什麼 然後去擾亂狼視角 想說他就直接跟狼講說 刀一就結束了 我想說 嗯 心態 對 我看他講說什麼 你又不是傻瓜 那你怎麼會傳一號 對 我才是傻瓜 好厲害喔 你們兩個 你要 反而又要贏了 我們全部都有一意思 他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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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是傻瓜 他是穿衣留嗎 穿衣留 穿衣留 你給他 穿衣留 你穿衣留 總之要給誰啊 要給一還是四啊 太濃了 這個MV不要給誰 講一下怎麼看到的 其實會 因為他如果是狼 他第一天拍這個身分 就是找死 因為狼 他如果一不落刀 他就會是狼 所以他就是 而且他直接站九邊 站對一邊嘛 跟你不同對一邊 沒有 他站我邊 他站我邊 他就要站回那邊了 沒有沒有 第二輪 他也是站他邊嘛 投砲你都狼王 他不可能再投 我在發言的時候 你是狼就不會投他 沒有 江上我要先抱 因為要讓你最後一個 對 你才可以刀二 你才可以刀二 他兩刀耶 兩刀應該就會刀到我了 應該就有機會 你就沒位子了 對 一刀毛巨 差一點 不過還不錯 你們都沒有拍身份 那個七八都沒有拍身份 滿好的 但七八就比較傻 七八就太好了 太傻瓜嗎 真的傻瓜 小燕很強啊 直接帶走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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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幹嘛 我正以為聖券在握 超聖券的好不好 超聖券的好不好 放這樣又撞出來 只剩一神 只剩一神 直接剩一神 三三三 是真的剩一神 就剩我啊 一定要演 一定要演 所以你抱應該是會鐵壁 一定要演 對啊 我剛好在想要不要 跳那個獵魔人 你就抱就對了 來啊 你是小王 你是小王 我是小王 小王 小王 因為他是兩刀 所以一定要讓他最後一個死 最後一個 那因為他把他抓出來 所以他就沒辦法 不然等一下 剛剛其實他可以再殺一個人 如果他後爆 我想行為 因為遊戲沒結束就殺你 對 應該是 就是只能殺他 而且我們一定要拍到血月再先 對 我想說他聊得比較好 沒有 因為 就先聊他 血月怎麼贏的 我投他是不是 他比較硬 什麼樣的想法 你會第一天直接跳那個傻瓜 我本來就是想說 亂來跳 想示範穿衣流 想要穿衣流 我本來是要投我自己第一輪 就是 演成這樣 也不是演就是有一點 就是亂玩的感覺 你成功了 你穿衣流成功了 你真的成功了 你現在示範脫衣服 但我覺得YC真的是最屌的 他在那一輪把我打死了 我根本就要發抖 因為剛剛真的沒位子了 好難選你們兩個 好難選 怎麼辦 好難選 我覺得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給YC 因為他 你什麼聲 對啊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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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他會說 你不是要選誰 他會選誰 我覺得投他 投他 我們只是課告話 你不要 你給YC 超已經拿到了 我想給他 我真的有了 我真的有了 我給YC 自己心裡面 自己的小劇場 沒有 我突然想到他 我也想到有了 實至名歸 我也是我有了 3 2 1 謝謝 YC舉手 謝謝他 全靠過關 恭喜 謝謝 謝謝 太強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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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想看的話 再訂閱娛樂版買官方Youtube 好讓他下次見 他這次有像NBA 打氣 你不殺他呀 真的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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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開了嗎